哈喽 大家好 我是管理小安 刚刚我老爸也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他舅舅嘛 就属于我的那个旧外公 他们在青州市里面弄那个 进行房了嘛 然后就叫我去吃吃饭啊 喝喝什么的 等一下的话就出发去青州市里面吧 反正也不太熟 但是的话总要去嘛 是亲戚嘛 毕竟我爸他们都没时间 然后呢我只能自己去了 就交代我了 我肯定要弄好啊 现在出发了 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什么 东江什么江东海湘酒店了 就是我老爸说让我过来嘛 然后他现在我也到这边了 等一下的话就进去吃那个饭吧 然后呢就不喝酒了 因为开车了嘛 就吃吃饭啊 跟一些人来聊天了什么的就可以了 啊 人到了就好了嘛 啊 我爸还是比较注意人情幸福的 因为他们都 是说是亲戚来的 那那今天呢我也来了 我老爸他们没空 那好我们就 自己过来了嘛 然后的话就是 等一下就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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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让我心思 谁让我牵挂 我让你不见我 想知道多么飘浮的时光 是否你也想见 如果当时问你 当时报应 也许结局难讲 刚刚回来也吃饱了在那里 但是不能喝酒 因为要开车去的嘛 然后呢就喝了挺多的饮料 还有呢也吃的挺饱的 但是那里的人我都不认识 属于亲戚吧 就是一眨眼的那种 但是我不认识他们 所以呢我去了那里的话就水里啊 还有呢也没怎么跟别人聊天 他们都是跟我爸熟 然后我就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刚好在家里创业嘛 然后呢我老爸就姐姐让我去青州市里面 啊送礼啊 因为毕竟都是亲戚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 别人的那个新那个新房嘛 然后呢的确有很多人 好像有我都感觉有百来人了 挺多的 然后呢那时饭菜也挺好吃的 嗯然后呢到最后全部人都打包 我就不打包了 因为我这里没有冰箱嘛什么的 全部起来我就打包了一些东西 还有几个饼啊什么的 呃如果有冰箱的话我肯定打包啊 虽然说水里出去了 但是别人打包我不打包总感觉怪怪的 嗯因为啊比如说结婚啊 禁婚房啊什么什么的 到最后都会打包的嘛 因为还有很多剩菜啊一些东西 嗯今天呢我老爸交给我的任务 我也去忙完了 呃也去水里了 嗯就是不太熟那些人就坐那里有点懵逼 呃但是的话别人也会偶尔跟我说两句话吧 因为我也不熟也不要说什么 然后呢吃完了什么的我就回来了 嗯有点回来准备就洗个澡啊烧水就洗澡了 嗯不过今天的确是见了一下四面吧 因为那些人我都虽然我都不认识 但是的话作为亲戚嘛也要去嘛啊 嗯人不到的话水里也要到 就是我们这边的习俗 就算你人不在这边但是也要水里 因为别人邀请你了嘛 然后呢我就刚好在农村里面嘛 我老爸的他就叫我代替他去了 呃但是怎么说呢 呃真的是不认识他们 但是的话也没事 嗯以后的话多多跟他们交出啊交流啊什么的 也会慢慢的熟悉 今天去喝的那个是桥前几席嘛 就是进行房那种东西 嗯然后呢他们就在酒店里面办嘛 然后呢现在也刚回来 挺饱的喝饮料的喝了 嗯一瓶多了 因为不能喝酒只能喝饮料了 呃也是他挺饱的 嗯现在呢剩下来一起的话就是好好跟凤姐他们创业了 嗯我老爸的话就让我在农村里面看看发展的怎么样嘛 好的话就就是在这里呆 不好的话就嗯让我上去帮他忙什么的 啊不过我还是想着走自己的路吧 虽然说创业之路很难走 但是你不尝试你怎么会成功呢 现在什么事情都会尝试的 嗯不努力就没有结果 所以呢每个人都要努力 像我一样啊 虽然现在住的比较啊落魄一点 但是为了创业也没办法啊 总不能住别墅什么的吧 啊那就不属于创业了 现在的话也天黑了 有点回来 嗯也准备十个脚睡觉了